这是史上最可怕的酷刑 先用剪刀剪开唇皮的毛衣 然后再给胳膊上挤一点三花淡奶 接着用足疗的手法 对着胳膊一顿马杀剂 这一套流程下来 整得男人一脸懵命 随后 把设置好的闹钟 挂到男人的伯格兰上 再打开列车阀门 把男人的左胳膊给放进去 只见胳膊还没伸完 就开始叫了起来 看表情就知道可疼可疼了 可没过几秒 男人就没了知觉 因为外面是零下200度的高温 一瞬间就把男人的胳膊 冻成了冰 几分钟后 他们再把冻成老冰棍的胳膊 慢慢取出来 此时的胳膊 就像大猴瓷碗一样清脆 一旁的80吨铁锤也已经就位 只见男人举起铁锤 男人的胳膊瞬间被炸成熄碎 2023年 冰川时代来临 世界99%的人类死亡 仅存的2%的人类 全都躲在了一辆 永不停歧的列车上 车上的人分上等人下等人 上等人坐在车厢前面 啤酒饮流矿泉水 花生瓜子八宝粥 来小腿收一收 总之什么都有 而下等人坐在车厢尾部 没水没电没阳光 一天三顿归零高 而这一吃就是17年 终于有一天 大壮受不了了 开始决定反抗 他偷偷地查看士兵的手枪 发现枪里貌似并没有子弹 于是 大壮一个箭步来到了士兵面前 一瞬间 为了防止他们锁门 周人踩着两十米的铁锅 朝着前面的车厢冲出去 并和士兵面打在了一起 在人多失众下 下等人终于冲出了车厢 来到了第一个地方 列车监狱 并救出了一个计划之中的人 来自韩国的小帅 因为男人是一个开手大师 想要突破前面的车厢 必须得有小帅的帮忙 这些小帅又打开一个牢房 里面是他的女儿二岁 二岁的耳朵十分厉害 是密之外的声音 他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直见高门缓缓打开 里面果然痛无一人 有这两个人的帮助 他们成功率就更高了 突然 一束阳光射来 我得个乖乖呀 这是众人十七年来 第一次看到阳光 直见二岁再次说道 有一二人 果然 下线车厢只有一个老头 是一个来自下等车厢的员工 他们发现 这间车厢正是制作龟龄膏的地方 看到还是热乎的龟龄膏 可怕几人给惨坏了 开始疯强起来 但是就算看到大壮用料时 都用石吓了一跳 这是全球最高端的食材 好吃到让人疯狂 可他的制作食材 却把大壮给吓了一跳 居然是用成千上万只小墙 通过机器碾压而成 知道真相的大壮 我说自己的嘴巴差点跃了出来 因为这玩意儿 他们已经整整吃了十七年 这时 二岁又开始监听起了车厢动静 没过一会儿 他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别我开闷 别我开闷 一瞬间 满车厢的士兵 带着头盗拿着斧头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看来 一场厮杀大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为了生存 大壮上去就是一棒子 众人瞬间挡在了一起 如果这会儿给大壮一个盾牌 整个车厢里的坏人 早得死 好在大壮靠着灵活的身姿 在人群中大杀特杀起来 一斧子就是一颗小虾米 突然 大壮一表情 踩到了龙利鱼 呼吱摔倒在了地上 好在大壮反应快 不然就要去球了 就这样 在大壮的带领下 马上就要拿下了战斗的上帝 可就在这时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士兵们全部戴上了3D眼镜 这一幕 让众人有点匪夷所思 忽然 车厢里的灯光全部熄灭 而列车也进入了隧道 在深叫不见五指的车厢里 大壮一方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 站着原地等着士兵院的屠杀 就在所有人不知所措时 一个小孩点燃了生命之火 拿着火把朝着大壮跑去 又成功的把局势搬了回来 并且还要齿了坏人的老大 虽然大壮战斗胜利了 但是也付出了产重的代价 是商务数 他们知道 接下来的路程还很遥远 因为每开一节车厢 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辆行使了17年的涌动列车 列车站的人飞369等 下等人 全部挤在一个肮脏的车厢里 每天靠着昆虫高度日 而上等人生活的地方 不但有新鲜的绿植 漂亮的海洋馆 专业的牙衣店 裁缝店 每发应有尽有 就连吃的饭都是米其林大产 更可怕的是 上等的孩子们 从小就接受了老师的洗脑 看看每天教的都是什么 这时 一个光头男出现 送给了每人一个忌惮 甚至连尾部车厢的人都有份 就当所有人纳闷时 光头男突然拿出一把 老师这边也拿出了一把 还可以开始疯狂扫射起来 打得大壮措手不激 好在他们身中敏捷 一个小李飞刀 成功制止的老师 可其他的下等人 就没那么幸运 全都被坏人一一杀掉 现在 大壮警察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拿着抢来的武器 继续朝着前面车厢前行 他们穿过酒吧 来到烟房 小时候看到低伤的烟疙大 急忙全部捡起来 放在自己的怀里 警察又走了十分钟 终于看到了车头的缸门 可大壮发现 不管怎么踢串 肛门都打不开 绝望的大壮终于崩溃了 原来 下等车厢曾经关过上万人 没有食物 没有水 他们饿的时候 只能吃弱者的肉 大壮十分讨厌自己 因为他知道人肉的味道 知道婴儿的口感最好 这是 小帅告诉大壮 这里唯一的愿望 就是打开旁边这扇门 因为他发现 十年前被埋在雪里的飞机残骸 居然又全部漏了出来 他在这外面的气温 已经开始升高 只有打开肛门 走出列车 才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大壮认为小帅是嗑药嗑多了 出现了幻觉 可小帅却拿出烟块 全都捏在了一起 称这就是炸开肛门的炸药 原来 炸开肛门 才是小帅十七年来的计划 可觉到小帅最被炸死 头等列车肛门突然打开 然后把大壮给请进了车厢 大壮的到来 列车长并没有感到意外 并且一边吃着牛排 一边朝着大壮说道 其实你们的暴动 也是自己安排的 因为列车里的人数 一直在日益增加 控制人口最好的办法 就是发生暴动 让人类自相残杀 列车长说道 自己老了 没几年活头了 所以才想利用这个暴动 把位置让给大壮 此时的大壮 已经被列车长的花言巧语 说得愣在了原地 难道他要选择上位吗 关键时刻 二罪跑了进来 他闭嘴的耳朵 听到了地板上有小孩的声音 大壮打开地板 我的可爱怪呀 所谓的永动机 原来就是先生无数个孩子 换了 这么残忍的事情 大壮肯定不会去做 于是一拳就给列车长打晕了过去 然后救出了工作的孩子 接着点燃了钢门上的炸弹 就在炸弹爆炸的前一秒 当中和小帅 劳劳地护住两个孩子 这个小子十千年的列车 就这样被血本给瞬间瓦解 唯一活下来的两个孩子 慢慢地走出列车 果然 外面的天气已经变暖 并没有把人瞬间变成鞭块 就这样 而所以两人成了人类的希望 学习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